年轻有才华 最怕的这个障碍 一有这种习气 成就不大 这种德行 古时候从小培养 现在没有了 现在父母教儿女 都教你竞争了 你要尊不过别人 将来你就失败了 这个教修法错误的 成败不是靠竞争 成败是靠你 过去身中修的印 那换句话说 成败是命运 与竞争不相看 命呢 命里头发大财 做高管 有一些自己的不聪明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智慧 福报道 过去身中修的福道 刘阿斗 做皇帝 诸葛亮 忠心耿耿提得万死 他跟诸葛亮别差太多了 那为什么呢 他有福报嘛 所以我们要肯定 人在世间 平复归间 是命里头注定的 绝对不是竞争 竞争决定不是好事 竞争只有支付 不会征服 只会惹护 不会小财 这个道理 要帮助别人 讲透 讲明本 让大家真正 搞清楚 搞明白 不再走这条 错误的道路 要叫他赶快回头 只有断无修身 急功累得 帮助你 付贿正常 帮助你 消灾 灭难 消灾 灭难 就正能复报 古得所为 灾消了 福来了 不是靠竞争 竞争是相反的 竞争是 福消了 祸来了 今天这个社会 很多观念是颠倒 是错误的 必须把他 就正过来 必须把他 就正过来 请不吝点赞